北京时间3月7日 ATPE牵引地安维尔斯大师赛 展开了男子单打资格赛首轮的争夺 资格赛6号种子 中国选手张之珍世界排名第93位 以2比06比37比6的比分直落两盘 战胜了瑞典选手伊莱雅斯伊梅尔世界排名第149位 取得了本赛季第二场单打的胜利的同时 顺利晋级资格赛决胜轮 首盘比赛双方战至3比3平后 张之珍率先发力连胜三局以6比3的比分 取得了首盘比赛的胜利 第二盘双方竞争十分激烈 利宝发球局不失 比分交替上升至6比6平 比赛进入抢7局 抢7局张之珍依靠最后时刻的关键法力 以8比6的比分取胜 拿下第二盘 从而以2比06比37比6的比分 战胜对手晋级资格赛决胜轮 晋级决胜轮后 张之珍将斩获8个ATP积分和9440美元奖金 其ATP总积分达到了588分 及时排名第92位 下一轮张之珍将与率先晋级的商俊成 争夺一张宝贵的正赛入场券 加上持外卡出战的吴亦炳 这也将确保将有两名中国大陆男子网球选手 同时出现在的大师赛正赛的赛场上 本文由一个平庸和尚原创 欢迎关注带你一起长知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